这是一棵大叶雀梅 下山砖 今天天气好 给它修剪一下 养了一年了 春季很多植物的萌发力很强 然后那个伤口的愈合能力也很强 很适合修剪 雀梅也很适合 很多地方要重新修一下修剪一下 枯萎了 重新给它造一下形 完盆井会上瘾 我呢 我可以到我家阳台一待待个几个小时 可以把你的杏子磨得很好 可以每天呢 然后在上面除除草啊 剪下枝啊 撕下肥啊 浇下水之类的 我是提前步入老年生活 因为你养个盆井 每个五年十年 你养一颗盆井是成不了形的 嗯 只能慢慢搞吧 这颗雀梅是个多杆的那个造型 现在养了一年 其实还在养它的那个主干 嗯 它的什么一几支 有的也在 在养 慢慢养咯 这个急不得的 你看我这个还是用这个盆的 我让它 半成型或者过个两年 嗯 稍微有点成型之后 我才上那个紫砂盆的 现在你就拿个大盆给它养就是了 土土那个土多一点 嗯 松一点的那个盆 就好了 不要急 急了 你是它是养不好的 慢慢等慢慢玩 每年你就不停的给它施肥修枝啊 造型啊 一年一年就有变化了 也挺有乐趣的 天气好的时候 可以山山去找下砖 并不是一定要挖 可以先找到的嘛 也就单是游山玩水了 夏天一般不去的 夏天太热了 然后山上有那种蛇样的那种 有点危险 嗯 现在这个季节也挺好 然后过了那个 八月半那个秋天 正秋节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挺好 现在去挖的话是最好了 然后它存活率也很高 我们在本地挖的话 本地砖自己挖到来种的话 存活率其实都挺高 现在锯的这个位置 我感觉太高了 太直了 太长 那我让它把它锯掉 嗯 边上出个汁 这样好看一点 因为这里有四根杆 四五根杆 中间这个可以高一点 两边的矮一点吧 这样刚好看一点 嗯 要远看像那个山峰一样 有高低起伏的那种 嗯 嗯 嗯 我玩碰金 不久 我自己其实也在学习 边看那些大师 边学习 自己边揣摩一下 欣赏一段音乐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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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